哈喽大家好 我是Azbo24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这一集 今天呢 给大家看的是一双全球限量五支双 然后没有公开发售的 亲友限定版本的 Air Force One 先呢不给大家看鞋子 先给大家讲讲关于这双鞋的一个故事 这双Air Force One呢 是耐克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的 2017年是Air Force One 35周年的一个纪念 当时纪念呢 有一个活动 就做了一个AF100的企划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这个Clot白丝绸的Air Force One 还有Travis Scott那个Air Force One 都是在AF100的企划里面的 AF100呢 代表的就是100这么一个货号 100呢 在耐克里面代表的就是 全白白色这么一个货号 所以呢 整个系列的鞋款呢 一般都是以全白为主 然后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 所以这双鞋子呢 也是一个全白的版本 这双鞋子的主人呢 也就是上一期 我拍Air Force One等级大全的时候 那双Air Force One Luxury白蟒蛇版本的 那双鞋子的主人 因为这双鞋子呢 在网上可以查到资料非常非常少 所以呢 我也就只能问他说 这个鞋子你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到的 这位老铁给我的答复是 这个鞋子不是买的 是人家送的 在当年2017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耐克总部呢 有搞那么一次AF100的整体的一个企划活动 在企划活动结束之后呢 有一个after party 就是我们搞了一个派对 然后耐克呢 就邀请了一批人去参加了那个after party 在party上面呢 就每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尺码 来得到这么一双 亲友限定版本的Air Force One 一共呢是50双 然后给他这双鞋子的这个朋友呢 也不是参与这次活动的人 所以呢 他也不知道到底具体是怎么发放的 反正呢 这个鞋子就到他朋友手上 他的朋友呢 就把这双鞋送给了他 如果有大神能够知道这双鞋 具体别的详细的信息呢 也可以在评论跟弹幕里面告诉我 好吧 我也非常想了解 整双鞋子的鞋盒呢 大家也看到了 它里面是没有别的鞋盒的 就是这个样子 颜色呢 就用的是白金的这么一个配色 有点像玫瑰金的颜色 材质方面呢 听得到吗 就我不知道怎么讲 它有点像木头 又有点不像木头 就感觉像复合板或者之类的 但是呢 又不是一般的普通塑料的材质 但整个呢 由于它这个保存呢 依然不是很得当 所以呢 这个鞋子的鞋盖呢 其实已经破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猎文啊 上面呢 就是一个Nike Air Force 1的一个字样 鞋盒表面呢 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里面呢 有附赠这么一张卡片 卡片呢 就著名了这双鞋子的身份 This special friends and family Air Force 1 Spot luxury is one of only 50 pairs made 这个一共就做了50双 之后呢 还给你拿一句暗的 Just for you 听到了 Jus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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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然后在这底下呢 有手写一个数字 我这双呢 就相当于是50双里面的第二十二双 由于其中一只呢 我已经拿出来了 这一只呢 是用速封膜去包的 所以呢 我就不拆了 这次鞋子的摆放呢 跟平时的鞋子也不太一样 上面呢 会有两根这个 像松紧带一样的 去固定这个鞋子 这个鞋盒 相对于鞋子来说呢 是大了非常多的 但是里面有没有别的配件呢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这位朋友我问过他了 他好像他也不太记得 这个鞋子到底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毕竟嘛 对吧 有钱人的世界都比较朴实无华 而且容易忘事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也不太记得里面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什么防尘袋啊 或者一些小配件啊 或者之类的 好吧 这一位知道的朋友 可以补充一下 告诉我一下 好吧 然后就带大家来 好好看一下这个鞋子 这就是这双全球限量 50双的 亲友限定版本的 Air Force 1 SL 这个名字呢 这是因为这双鞋 要涉及到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呢 叫Sport Luxury 意思翻译过来呢 相当于是 运动品里面的这种奢侈品的感觉 因为这双鞋子呢 是在当年2017年的时候 Nike这边推出了一个系列 叫Five Decades of Basketball 意思呢 就相当于回顾之前的50年 一些非常传奇 或者具有代表历史意义的 这种篮球鞋 这五双鞋都用了玫瑰金 加上浅棕色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TAN这么一个配色的 优良皮革 所去打造的 而我手上的这双 亲友现金的Alphos One 就属于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Alphos One SL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 跟普通的Alphos One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首先呢 就是这个绑带方面的设计 跟平时的不太一样 第二点呢 就是后面这个流苏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就是鞋身方面呢 在鞋型和设计方面呢 也有所区别 所以这双鞋不太好 用典型的Alphos One的等级 来做一个区分 因为从名字上面来说呢 它又叫SL 就所谓的Luxury 但是呢 它又跟Luxury的那个级别呢 感觉又稍微有点逊色 又由于这双鞋子呢 是2017年左右的时候发布的 那个时候呢 Nike这边已经不太讲 所谓等级方面的一个严格的区分了 我个人倾向于把这双鞋 定在类似于S级别的一个状态 除了我手上这个白色版本以外呢 还有一个黑色版本 另外呢 还有推出两款市售的一个版本 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Tan的那个配色 就是棕色 还有一双呢 是那个粉色的版本 我记得在国内的发售价 应该是定在2000块钱以上的 然后在欧美地区 我记得欧洲是定在260欧元 还是280欧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对比它当时的价格来说呢 可以算是那种 怎么讲 就是S级别的产品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能算到S级别 是这么一个意思 整双鞋用的都是这种 全白的优质皮革进行一个打造 看上去真的质感非常强 鞋头做了一个内包的处理 取消了前面的一些透气孔 而在外边两侧呢 就做了有点像office的那种解构的感觉 是吧 老结构了 在鞋头这边会有8个小孔 我也不知道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 还有在鞋带扣上面 也区别平时的F1 这里用的是两块皮质做的一个压印 上面会有一个F1字样 鞋带也用的跟平时的不太一样 用的是这种麻绳的鞋带 在后跟这边呢 会有些流苏的设计 上面呢会有个压印的Nike Air的字样 另外一个比较有设计感的 就是这个帮带 整体的帮带呢 其实是分离的 这里呢是24K的镀金 上面所有带金属的地方呢 都是真正的有镀金的效果的 鞋帮高度呢 看上去其实像中帮 但是它这个帮带的设计呢 就是高帮的这种分离式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帮的设计呢是固定好的 这个其实你如果想抽的话 是可以抽下来的 帮带上面呢 也全是这种车线 尾端会有个翅膀的金属装饰 是不是有种Air Jordan 飞翼logo的感觉 鞋舌上面也会有个镀金的金属排 上面呢就非常简洁 就是一个1 整个的内衬和鞋舌 都用的是非常好的脊皮材质 这个脊皮呢 用的有点像冰蓝5上面的脊皮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好了吧 但是这种材质有个缺点呢 就是它非常的显脏 你看这双鞋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 到底有没有自己试穿过 还是说只是摸过 但你看整个效果呢 就有点发黑 对不对 就算另一只脚包上了 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 它旁边跟皮质的一个色差 但是整体从内到外的质感 真的是已经拉满了 这双鞋上最令我意外的地方 其实是这个鞋带扣 这个鞋带扣是我第一次见到 你看到这个鞋带扣到底有多大吗 我这么去对比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这比平时S级别的鞋带扣 还要大了很多 你看要这样有对比才有伤开 你看这一个鞋带头 相当于这边的两个 这个金属鞋带头 真的看上去像个手榴弹一样 又大又壮 而且又重 首先底部是一个Naked Sush 侧面会有Air Force 1的字样 另外后面还有三个五角星 而且它是可以扭下来的 也是一个可拆卸的鞋带头 虽然好看 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 如果有穿过Air Force 1Z2的朋友就知道 因为那种金属鞋带头 由于它过重 所以导致你真的在穿着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晃 毫不夸张的说 真的你的脚踝会非常疼的 我当年就被打得特别疼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穿YES2的朋友 这个鞋子是不会戴它的金属鞋带头的 因为第一 它晃得实在太难受 根本没办法走路 第二 它还特别容易掉 虽然这个鞋子呢 虽然它克服了这个点 它不容易掉 因为它非常非常紧 但是呢还是非常痛的 还有一个跟普通F1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超厚的鞋垫 整个鞋垫呢用的是2017年左右主推的这种NUNA的鞋垫 整个鞋垫呢就是NUNA的材质 在前掌这边呢会有Frey的一个切割 这个切割的效果呢会让你整个鞋子非常非常灵活 后跟会有个镶嵌的zoom air的气垫 整体的效果呢厚度将近三厘米 所以整体的脚感是非常非常OK的 而这种材质本身的优点呢就是一个字就是软 但是另外呢也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非常容易的衰减 这个鞋垫呢其实就是整双Air Force One的一个中底 因为我把中底抽完了之后我去摸里面的一个材料 我发现呢其实也就只剩下最外面的 它几乎就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呢它这个底下不可能说再塞一个Air Force One的气垫 OK这就是这双全球限量50双的Air Force One的具体的一些全身的细节 这双鞋最牛逼的地方呢肯定是它过于限量的这个身份 毕竟嘛全球50双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别说看了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双鞋子 对吧从鞋子本身来说呢 我觉得这双鞋用上了这么好优良的这种皮质 加上内衬的这种材质 整体的品质非常非常高 再加上这些又值钱又非常精致的细节处理 还有整体舒适的脚感 所以从鞋子本身来说 整双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平 只是说有两个小的细节点 我个人并没有那么喜欢 第一个点呢就是在鞋舌的金属牌上面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你写个1还不如不写 要不然呢你就写着一个Nike的logo 比如说就印这么一个Nike Air Force One的一个logo 我觉得也挺帅的对吧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鞋型上面 这个鞋型讲句实在话是真的有点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头啊非常的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非常的壮 所以从侧面看上去呢 这个鞋头感觉就没有那么灵动 对吧就感觉就壮壮的 本来Air Force One就是一个比较壮的鞋子 再加上这么方的头呢就更壮了 这样子一个角度不好看 对吧这样子呢也不好看 你真正穿上脚 你说你说这个鞋头长这个样子 还是有点笨笨的 当然呢也不是说让大家去买或者干嘛 但是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么一个颜色 其实是你可以去考虑那个tan的配色 和另外一个粉色的 这两双鞋从品质上面来说 是绝对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位老铁呢 他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稀少的这种版本 他之前呢还有跟我说过 他有Air Force One第一帮版本的生肖 就是我们之前出过的中国生肖的这个系列的 所有的sample版本 除了今年的版本没有以外 这是人吗 这是人讲的话吗 真的是 那行那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